新门发生了巴士撞上机车的交通事故 造成两名男大生 一人腿部骨折 一人炉内出血 紧急送医 警方事后到场离亲 发现是巴士驾驶 疑似为了赶到机场接客人 没有注意到路况 才发生了这起车祸 双载机车在路口准备左转 但这时后方巴士依似闪避不及 直接从后方追撞 惊悚瞬间 从另一个角度看更清楚 冲撞当下大乘明显已经杀不住 两车相撞后机车瞬间解体卡在车子底下 巴士挡风玻璃被撞成蜘蛛网撞 车头严重凹陷 下方机车更惨 零件喷得满道路都是 而两位男大生也被喷飞 一位脚步骨折后座同学 炉内出血紧急送医 经过医院初步检查 两人没有生命危险 而车祸事故就发生在9号上午11点多 警方随即到场救援 也对赵氏司机实施酒册 酒册直军为零 驾驶疑似问了要赶到机场接客 太急 没注意 行经 赵氏路口 起步左转 与同向周姓男子所驾驶的游览车 发生碰撞 造成机车卡在游览车的下方 马路如虎口 行经交叉路更要特别 小心注意 倔金门综合报道